我们可以看到像中联种科这些类似的这些重型机械的一个生产商来说 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并不多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行业这一行业的一些公司来说 基本上是在旧的体制下是国有企业或者是有国资背景的一些企业进行改制 改成股份制以后或者是在国内或者是在香港上市 可以看到这一类型的企业无论是在产业链还有技术方面来说 这些企业和国际的先进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但是他们的整个销售还有一个网络的话 在国内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基础 而且在从整个公司的一个市值来看 已经达到非常庞大的一个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公司上市的话很快会使得公司在海外的民生 整个公司的一个形象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而且对于公司整个外销的一个经营策略来说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一类企业来说对于在香港上市的话 暂时还是会收到一部分比较看长线的一些资金的一个青睐 暂时来说现在的股价还是比较好的一个 已经反映了一些比较乐观的一些因素 从股价的表现来看 因为可能盘子比较大 而且这种类型的行业来说 它的利润每年的利润的翻倍的成数并不会太高 所以暂时来说股价还应该会有一个稳步上升 不会进行一个急涨的一个过程 属于一种长期投资的一个股票 我刚刚才改变过去 您可以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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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把姿没有状态进来 然后就能变成了一个方法 所以我就不想吃 你帮我来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在我帮你帮我 lifted 你帮我来帮你帮你帮我